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一个宽进学 六要点 先说外面 风水叫外六四 内六四 我们简单一点点 六要点 第一个 看沙 先写下来 第二点 看山 第三点 看水 这个是对外 对内 第四点 看财 财 财位 第二 也就是第五点 看卧室 第六点 看赵伟 这是对内 所以我们说居家风水六要点 就是我们今天第一讲就要讲这个内容 看沙 你这个房子的外面对你有没有影响 你要看清楚 前面 后面 左面 右面 我昨天到北京去看了一个国贸 我可以举个例子 国贸二七 它这个情况就这样 一个办公楼 一个很大公司的 办公楼 我们做一个案例 分析 就知道了 国贸在这里 这是一栋大厦的房子 这是中央电视台 新的 它的办公室就在这里 风水里面我们讲 有尖的尖角是绝对不好的 它这个气就是这样 中央电视台也是这样 这是国贸二七 所以我们说看沙 有没有沙气 看沙 接下来我们会讲的 看沙 像这个房子就是不太好 我们要调整 我们不能把这个楼拔掉 也不能把这个楼拔掉 我们必须要在这里办公 我们就要跟它调整 里面要调整 所以这是说看沙 有没有沙气 好像我们一般的民居 举个例子来说 有一个什么问题 再说一个 看沙 钉字路口 T junction 假如这里有一栋房子 就不太好 这叫钉字沙 钉字形的沙 还有一个天宅沙 举个例子来说 上海有一个案例 在福州路 苏城 假如这是福州路 这是南面 这是北面 上海有一个饭店 非常有名的 吃上海菜的 叫老振兴 他这里有一个门 坐北朝南的 而恰恰这里有两栋房子 这里是王浦区少年宫 这里是二十四K金电 两个房子的中间这个器正好对着它 所以老振兴 从2001年到2004年生意非常之不好 后来调整了 我跟他里面加了一些风水元素 现在老振兴的生意是一天比一天好 非常之好 这是天宅 我们要注意的 还有现在我们别墅很多 我们要考虑这个尽头杀 就是马路到尽头了 我们要注意一下 一个开发商 在这里造了一条路 有房子 但是这里还有一栋房子 这个房子就是路的尽头了 所以我们叫尽头杀 风水是讲长风俱去 远远流长 气流畅通 他到这里什么都没有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房子建议大家 要慎重考虑 不要去买 假如开发商设计师 要做这里的房子 你要设计一下 考虑一下 怎么用景观设计 来跟他戒掉一些东西 这是后天我们要弥补的 这是镜头杀 还有一个锤刀杀 像一把锤刀一样的杀 这我看到过 在大连有一个老板花了很多钱 做了一个美容院 美容院是这样的 也是作备朝南的 一般人看不出 都说他风水很好 花了三百多万 做了一个美容院 结果生意一点不好 某个现场一看 我就跟他说 你这个不行的 他对面一个高楼比他高 对面这个高楼 二十几楼 二十二 二十二层 他这个 十一层 虽然是作北朝南 这是北面 这是南面 所以有的时候 作北朝南 不一定好 这个美容院 门开得非常好 作北朝南 但是我们就考虑 风水之外面 看杀 有没有杀 这个美容院的门 正好开在这里 而恰恰对面 这个房子的收口 就像一把锤刀一样 这就叫锤刀杀 所以它很难做 因为很多 还有叫探头杀 什么杀 漏水杀 风水一般都有很多讲法 万遍不理其中 所以我们买房子 找房子 住房子 看房子 找店铺 要看清楚 这个很重要的 好